Hello大家好我是麥冰莎 我今天为什么要穿这样呢 因为我今天要来做 登登 日本学生便当 的滋鱼果汁 其实这件衣服 是我在日本买了之后 发现根本用不到 所以我就决定 让它在我的影片播出现吧 好吧回归正题 我们就来我的第一次制作 滋鱼果汁 这是我第一次制作滋鱼果汁 上次那个几巧克力的 就排除在外啦 然后我们来看看 看我这手残的不能够成功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一个便当盒的感觉 这一个应该就是 它的便当盒 剪开吧 我怕我剪错 所以这就是它的便当盒 一张纸 我们现在来开始制作便当吧 先把这个剪下来 这是装水用的 我们先来制作这一个 broccoli花椰菜好了 先放 一勺子的水 进这边 然后把粉倒进去 然后把粉倒进去 开始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看到吗 然后这个就这样放着三分钟 它应该就会定型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鸡蛋卷 这边 也是一样加入一勺子的水 在这里 我闯破了 我把粉倒出来了 我把粉倒出来了 先把其他的倒进去 好了 做一把 不小心撒出来的粉都放回进去了 现在开始来搅拌吧 好神奇哦 它的粉倒出来的时候是白色的 冻到水之后就有别的颜色 所以是要铺平吗 接下来第四个步骤 我们就要来做 章鱼 其实是sausage 也是一样 先放一勺子的水 把粉倒进去 同学的章鱼 它的味道很怪 我们的章鱼好了 也是让它等三分钟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这一个 这个就是 它的白饭 这个要放两勺的水 然后把饭倒进去 然后把饭倒进去 这样躲 这样躲的 我们来搅拌 搅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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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的饭太干了叻 我觉得它饭好像太干了的感觉 会吗 我加多一点点水好了 虽然它是叫我放两汤匙的水 它太干了 我又来 我又闯破了 不然跑去brocolly里面了 喵 它还是太干的感觉叻 咦 你看旁边的粉都粘不上来 好了 我们的饭好了 它真的很像饭 很像对吧 好了 现在饭做好了 我们就来捏饭团 它有附这一张纸 你要按着它的 这个 形状来做 一只熊猫 还有一个饭团 所以要用手 一粘粘的 先来做熊猫好了 捏圆圆 然后做两个耳朵 然后做两个耳朵 一个耳朵 两个耳朵 这么一大一小的 感觉还是一大一小 随便它耳朵比较大一点 剩下的全部练成三角形 哇 这样大个 这是它的粉铁太多 什么 那这样带涂饭团 还有熊猫都做好了 的形状 现在我们来做熊猫的 眼睛 鼻子 还有耳朵 这一个就不用加水 这边是拿来 放它的耳朵的 它的眼睛 oh my god 看出来了 这个很烤哦 这个是海苔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这个是海苔 终于 我们来先弄它的熊猫的脸吧 这样硬上去 拜托 硬美一点 好了 这是熊猫的脸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便当盒上面 熊猫在这里 然后它的耳朵丢进去 然后就这样子 给它粘到那些黑黑色的 耳朵 黑色的一坨 它的耳朵很大 ok 啊 谁收到我便当都会拒绝我 如果去告白的话 很丑 好 我们要来做 这一个饭团 海苔好小哥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咧 我们要来做 肉丸子 放一勺水 放在刚刚做饭的地方 这个肉好没有肉的味道 我们的肉团 还要弄成两颗 所以就两颗吧 然后我们要做面条 面条要放两勺的水 面条要放两勺的水 它的味道很奇怪 超奇怪 它看起来也超恶心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 把它放进这个袋子里面 可是要怎样放 它就这样 它就这样 可以拉就这样了 我在干嘛 要进去角落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你要在这里剪一个 小小的口 我们来挤面条吧 它好像 我们吃进去的面条出来之后 好 这就是面条 好 就是面条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把刚刚制作的这些都拿出来 这个要卷起来的 这个要卷起来 卷起来 天谁可以告诉我它要怎么卷 卷到了 卷到了 哇 它是卷得到的 耶 塑塑的 它没有干 随便拿 好了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章鱼挑出来 因为刚刚我用叉子 失败了的关系 我找了牙签 我们要把牙签放进去 我们要把牙签放进去 嗨 章鱼先生 你好 你好 章鱼先生 它是没有付牙签哦 牙签是自己准备的 好了 我们的便当就这样 完成了 它这里有附一个旗子 要剪下来 然后 插在上面了 可是它没有附牙签 我要重复 为什么它没有附牙签 然后 就要把牙签弄短一点了 一半 我们的便当就完成了 起一枝 然后插在上面 咳咳 star 我们的编蛋就完成了 你再烫拖了 做成功用 啊 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便当毁容了 不知道是因为那个饭团给我 加太多水弄到太湿 还是什么 它的那个黑色的粉融化之后 它就变这样子了 好可怜的Panda 所以这个就是我 第一次做的鲫鱼果汁 算成功又不算成功的 因为那个Panda的脸有点丑啦 我今天看很多鲫鱼果汁的影片 他们都讲鲫鱼果汁是不好吃的 所以呢我今天也是要来验证一下鲫鱼果汁的味道 啊什么来的 我们现在来先试吃一下其中一个 我们先来试试看它的 这是什么肉丸子 嗯 不好吃哦 它味道还好啊口感很怪啊 然后刚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的那个 鲫鱼鱼很香 感觉又好吃这样啊 我们来试试看 它很香啊 它还是不好吃 我觉得是因为它的口感很怪 就这样 验证了 鲫鱼果汁不好吃 就这样 很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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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点个赞 还有记得subscribe我 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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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